国评单打,七人出局,男女单二号种子,双双输球,林诗栋送第三位韩国球员回家,韩国男单仅剩独秒 北京时间6月30日,WTV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进入第五天的争夺 这一天也是正赛第二日,该战赛事虽然级别并不算高,但男女单世界第一樊正东和孙颖沙均参赛 同时外协会高手云集,包括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张门美和平野美宇 韩国选手田日熙,申于斌,朱千熙,巴西球员于果等名将 所以该战赛事就会受到众多球迷的关注 然而在正赛首轮就爆出了多场冷门 韩国华裔选手朱千熙遭遇一轮游,首轮1比3不敌队友田日熙,吴远女单16强 而在南南线目中,2号种子选手巴西球员于果2比3不敌日本选手铺上孙辅,遭遇冰游 确实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 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国兵队员的情况 本战赛事,国兵单打,共计有15名球员前赛 其中只有3名球员要从资格赛开始打起 均是南南选手,分别是薛飞、刘丁硕和赵紫侯 不过遗憾的是,这3名球员在南南资格赛第3轮军输球出局 无缘晋级南南正赛,现在非常遗憾 而国兵胜余的12名球员直接晋级丹纳正赛 而在6月29日第4个比赛日中 国兵队员全力出战 南南7人全天迎来5场外战和1场内战 女单5人迎来3场外战和1场内战 下面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在6月29日,也就是正赛首日 国兵队员的表现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国兵女单情况 唯一一场内战是由世界第一孙颖莎对战何卓嘉 二人在整体实力上还是有赢的差距 孙颖莎3比0轻取何卓嘉,顺利晋级女单16强 而何卓嘉遗憾出局,只能说是千位太差了 国兵女单的三场外战中,刘伟山3比1 赠承日本的另外一名球员,替尾明日清 怀曼3比1,赠承美国华裔之手张安 而赛会女单2号中子,国兵球员前年一爆出冷门 1比3被日本17岁销球小径小圆尤菜逆转 可以说这段的结果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 这次国兵女单5人,有3名球员晋级16强 接下来我们再看国兵男男情况 首先,唯一一场内战中,林高远3比0横扫了队友梁远宁 而在已经结束的外战中,凡震东3比0横扫韩国军手安宰贤 周启豪3比2正是韩国名将李尚珠 相鹏3比1逆转德国销医军手费路斯 而袁立岑则是2比3被中国台北名将庄志愿逆转 无缘男男十六强 而在6月29日,国平单打最后出场的是男男男18岁新星林世洞 最新男男世界排名第16位 对阵的是世界排名第45位的韩国军手赵胜民 而下面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详细信息 第一局林世洞取得2比0的领先 中段赵胜民追至6比7之后,林世洞连得2分 以9比6将比分拉开 赵胜民再追1分,林世洞连得2分 从而以11比7先拔头筹 第二局双方站置2比2平 中段赵胜民6比3取得领先 林世洞在揭发球环节做得不够好 之后林世洞将比分追至5比6 赵胜民强势连续得分 最终以11比6赢下第二局 将大比分追至1比1平 第三局赵胜民取得4比1的领先 之后林世洞一直处于追分阶段 赵胜民以10比5拿到第三局的5个局限机会 林世洞破釜沉舟 利用自己的强势反手进攻连追3分 比分来到8比10 不过关键时刻赵胜民还是把握住了机会 大比分2比1反超了林世洞 第四局林世洞取得2比0的领先 赵胜民追至2比2平 中段双方站置5比5平之后 林世洞连得2分 局末阶段林世洞以9比6取得领先 赵胜民对2分 比分来到8比9 关键时刻林世洞还是把握住了机会 同样连得2分 以11比8赢下第四局 比赛突入到决胜局的就量 而在决胜局林世洞失无破竹 取得7比1的完美开局 虽然之后赵胜民将比分追至4比8 但是无谓失误很多 林世洞把握住机会 最终以11比5赢下了决胜局 从而以大比分3比2阵上对手 近期南南16强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正赛首日中 国兵丹大有3名球员 凡胜东林世洞周济豪对战韩国球员 全部取得胜利 至此目前韩国南丹 仅剩17岁小将吴俊成 晋级南丹16强 确实显得非常惨淡 不过国兵队伍这边 单打损失的一定惨重 15人已经折戟进半 8人晋级 7人出局 南丹 凡正东 林高远 林世洞 相鹏 周济豪5人晋级16强 袁立岑 梁雅宁2人 在正赛首轮出局 赵子豪 薛飞 刘宁硕 三人更是没有通过资格赛考验 而国兵与丹 2号种子 国兵球员前天一遭遇一轮游 何周嘉则是输掉内战 不敌苏颖沙 我们也期待 国兵胜余球员 能够在之后的比赛中 都有更加出道的表现 在一国他乡捍卫国求荣光